Hi 大家好 我是彼得彼得彼得豬 今天要來玩 R.C.陀螺 呂布浩 超攻擊型的喔 他是TAKARA TOMI正版的 2008年的商品 哇 十幾年前耶 下面的包裝有這些說明 側面有這四隻角色 有分A頻道跟B頻道 這隻是A頻道的 如果你要兩顆同時進行對戰的話 必須不同頻道的才行 所謂的R.C.就是可以遙控的 可以進行左迴旋 右迴旋 裡面有內建小型馬達 這是他的操作方法 就來開箱吧 哇賽 這個發射器好帥喔 而且不會太小 很好握 這是R.C.陀螺的爪子 這裡要幹嘛呢 翻開來 喔 這個是要充電的 所以陀螺的下半身果然有充電的地方 插進去 開關 Open 欸 不會亮 這裡要裝電池 開 兩顆三號電池 組裝完畢 開 欸 還是不會亮 果然 10年前的東西應該已經壞掉了 沒關係 先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 這是他的貼紙 仔細一看 他的造型好像銀螺烈火喔 超帥的 這是爆裂世代 這是R.C.陀螺世代 大小差了這麼多 重量會不會差很多呢 但是他不能充電了怎麼辦呢 亮了 亮了 收著收著 他就亮了 好 來看一下說明書 看他要充多久 記得說明書是你的好夥伴 等80秒 他會自己熄滅 等待中 充薄了 撈起來 會動嗎 有啊 可以充 可是 不會動 看來裡面的馬達會掉囉 來拆看看好了 三角形的螺絲拆開 欸不對啊 這裡怎麼黑黑的 難道 燒焦了嗎 果然是10年前的補董 這個電池應該是壞掉了 現場有一種燒焦味 看來是GG了 旁邊這個是什麼呢 一層鐵 超薄的 所以重量都是靠這個馬達還有電池在撐 復原完畢 既然不能遙控 那就手動吧 插進去 組裝 欸不對啊 這裡怎麼有膜遮住了呢 啊我知道了 所以這個貼紙 是要來取代這個膜的 如果你要手動的話 只能把膜撕下來 貼上它附贈的貼紙 上貼紙 好力 帥 刺兔馬 組裝 發射 哇 這樣子可以玩耶 讚 帥啦 呂布 接著換 光雨 希望光雨的遙控器沒有問題 看一下綠通通的 某某的造型是龍騎士 但是先來看一下 它有沒有燒焦 沒有 剛剛那個怎麼會這樣子 打開 果然是古董 這個應該是兇多吉少 古董 加油 古董 亮了 結合 等待中 不會 試看看吧 會轉嗎 不會 還是說是要讓它轉動的時候 再去按它 試看看 發射 耶 開亮 哇 哇 完全 不理我 沒反應 很好 接著換 潮潮 我就不信 潮潮也是這樣子 來吧 光電池 開開關 讚讚讚 一開就亮了 好兆頭 好兆頭 好拿充電 加油加油加油 潮潮加油 希望你不會讓我失望 哇 怎麼醒我了 很好 果然 潮潮沒有讓我失望 也是陣亡了 不會動 不會動 只好把希望放在最後的趙雲 希望趙雲能帶來一片曙光 準備打開 好 又閃一下 看來不妙啊 不妙 非常的不妙 趕快 插進去 插進去就洗了 這個火 熄掉了 不妙 不妙 又亮 又亮了 還有機會 加油啊 趙雲 可以動了 真的是最後的希望啊 不愧是趙雲 雖然你已經很老舊了 趁他火還沒有熄掉 趕快拔起來 拔不起來 很好很好 再小心翼翼的把貼紙撕掉 不然這個爪子沒辦法插進去啊 裝上去 發射 轉哦 诶 诶 沒反應啊 哈囉 哈囉 沒電嗎 不夠電嗎 結果是裡面的電池壞掉 不能儲存 要插著 才能動啊 可惡 這樣子怎麼比賽啊 但是至少有聽到馬達的轉動聲 真是欣慰啊 其他顆可不可以呢 呂布不行 貂場在鋪 關羽也不行 哎呦喂啊 超超也不行 結果只有趙雲 才可以插著轉 但也是沒屁用 接著來對戰吧 GO 韓國最強鋪布 超超超 超超 超雲 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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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貼紙 貼公公 哎呦 不會吧 真的好強哦 鋪布 哦 哇 最強武者鋪布獲勝 超超貼紙掉光光 太扯了 再來一次 一樣 超超 趙雲 關 哇 又是鋪布獲勝了 太猛了 太猛了 哦 講得 僵持不下哦 但是超超已經搖搖晃晃了 鋪布 再度獲勝 來一把 趙雲 超超最強啊 啊 吹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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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殺 不愧是最強舞者 呂布三比琳大獲全身 太扯了太扯了 這個戰鬥力真的有還原歷史 超強 但是對到爆裂世代超力系列的陀螺 還有辦法那麼強嗎 超力戰神 夠呂布 下超力戰神 開了 2 3 輕鬆 擊飛 1比0 攻守 呂布 3 爆裂吧 哇 對到呂布完全不怕 戰神2比0 繼續 呂布 擋過 哇 超力戰神 差點凸屆 這個呂布 反擊力很強喔 那接下來就來看持久力了 喔 加油加油 爆裂世代的 對 RC世代 哇 都不會撞到咧 好開始了 欸 哇 持久度 完勝2比1 呂布 戰神 哇 閃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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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神來了 哇 呂布後來絕傷了 2比2 繼續 復興攻 究竟這一場 同世代的 最後是誰勝負 誰勝利呢 來了 超一戰神 超一戰神 喔喔喔喔喔喔 超加速 反追啊 天啊 阿赫阿赫 你不要贏了 天啊 RC世代這個 這個軸心 太持久了 而且剛剛還突然加速 哇 爆裂世代 輸了 還有誰想挑戰我的 來吧 我來了 超力系列的魔王 死亡鳳凰 GO 來吧 哪里是麻雀還是鳳凰 衝衝衝下來 打爆們 爆裂世代的 好兇好兇好兇 上啊 貂蟬我來了 這個持久度 可以跟AT斗拼嗎 讓我們看下去吧 這高度完全差好多喔 來了來了來了 勝負要即將分享 揭曉 哇 果然是鳳凰獲勝 1比0 攻守 交換 上啊 鳳凰 鳳凰 轉到自己 撐環 哇 那個環哥出去了 看來 又是一場持久賽啊 加油 爆裂世代 撐下去 爆裂世代 鳳凰 哇 鳳凰這一局 持久度總會變弱了 一比 再度勾起交換 來啊 放啦 放啦 耶 2比1 來吧 1比1 開點 放啦 赤兔馬 耶 赤兔馬 把你撞出去的 2比2 關鍵局 這樣子就贏了嗎 不算啦 重一 來吧 爆裂世代 爆裂世代 獲勝 更亡 結束這回合 可惜不能遙控 不然一定可以贏的 不會爆裂的世代 打起來就是缺少了一種樂趣 因為只能拼轉停跟擊飛 但是玩下來的結果還不錯 算是可以買 因為我在網路上買這樣子一組 台幣95塊 光是這個造型的發射器 就非常的划算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玩的話 把這個天線拔掉吧 反正這個遙控器也已經壞掉了 不然這個吃到眼睛很危險 這次的阿西陀螺開箱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再見